我叫张锦,女71岁,四川省成都人,患有乳腺增生,胆结始20多年,一直在吃医生开的中程药和保健品等,但是效果改善不明显,乳房平时也不痛,用手摸才会觉得痛。 2019年8月30日,去医院穿刺检查为浸润性乳腺癌二级,医生说要住院做手术,然后放疗化疗,当时不想做手术,女儿听朋友介绍说,用原始点条理可以好,就于2019年10月4日来到原始点中心条理。 医院检查报告单 出来中心时的症状 1. 真信原始点,完全配合落实原始点条理各项细节,愿意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气、习惯,保持良好的心态,最重要是不能生气、发脾气。 2. 原始点按推,每个工作日到中心排队按推一次。 3. 饮食 温热性饮食 5股杂粮面条 不吃含粮食物 不吃水果 炒菜放姜、辣椒等热性调味料 少油、少盐、少加工品 饮食温热全素 4. 内热源 干姜片 干姜片从开始的每天50克到后来100克 喝姜水要热热的,小口慢慢喝 15分钟至半个小时喝一次 不喝隔夜姜水 5. 外热源 用乳房包块 24小时 用暖贴温敷 头、身出门用暖贴 在家用红豆袋 晚上睡电热毯 6. 避免寒凉 不冲凉 用姜水擦身泡脚 前胸后背塞毛巾 毛巾湿了要及时换 以免着凉 7. 睡眠 早睡早起 每晚9点到早上6点 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8. 运动 每天运动两个小时以上 主要运动有撞墙 甩手操 拉筋操 扩胸运动 早晚各半个小时 爬楼梯每天保持30趟以上 散步一个小时左右 9. 学习正确观念 在家温肤时 会用手机学习张医师讲座视频 原始点调理六个月后的改善情况 1. 幼乳包块已完全消失 右侧液窝淋巴结也没有了 2. 后背痛 心慌已完全改善 3. 腰部不痛了 4. 小腿筋紧改善骨城 感恩